來看看我給自己勾的京東第一頂帽子 隨便一捲你喜歡的斷染線 我用的3.0勾針 我起了65個鎖針長35厘米 切好後再勾一個鎖針 調遠離我們的半針勾短針 就一支勾短針到另一頭 最後一針勾好後 另一個鎖針 翻轉支片 繼續調遠離我們的半針勾短針 怎麼啦 針法就這麼簡單 沒有再多的了 看我太陽下勾 烏雲下勾 別人幹活我在勾 追劇勾 喝著咖啡勾 邊玩邊勾 照著最後一抹夕陽還在勾 終於勾成了一塊長45厘米的大片子 然後帶線跳外半針對著縫合起來 注意調節鬆緊 平整即可 好了 接下來是縫合一端了 帶線穿過每個柱子的頂端 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然後就拉緊收口 再往下 線比較粗的話 拉緊還會留下個或大或小的洞洞 不要慌張 完全沒影響 翻到背面 先橫橫把拉緊的線頭打死結固定好 繼續用剛才收口的方法 再小洞周圍再來一圈 拉緊收口 對了 線頭要藏在背面 如果像我一樣線比較粗 拉緊之後還有縫隙 可以在背面縫合幾針消滅縫隙 放心 完全看不出 沒有任何影響 看吧 完成了 用線不到一百克 擺爛式勾置一天完成 快來購你獨一無二的帽子吧